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整個展覽 或者是說代老師他近期的創作 對我來說比較吸引我的部分 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他從一個 3D動畫的 或者數位動畫的一個創作者 怎麼轉化為去思考 動畫這件事情的本質 還有他作為一種新的 藝術表現形式的可能性 這個東西其實 如果我們把它講遠一點 先不要從作品的角度來看 譬如說我們來看台灣 怎麼在最近幾年 怎麼在發展所謂的文創產業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議題 因為我們處境機率的想要 跟國際連結 處境機率的想要 這個 做出好萊塢水準的東西 然後 怎麼樣去把這些所謂具有 創造性的東西變成一種產值 所以當然譬如說動畫產業 就是一個最很直接的一個表現 就好像我們在講說像電影產業 其實類似的 可是相對的 好像從來沒有人去討論他的問題 或者是說比較負面的一種檢討 反而全部幾乎都是從一個正面 就是說你看這個東西 它可以帶來多少產值 譬如說有幾部電影大賣之後 全部人都覺得說我們的電影中有希望 可是好像大家從來沒有人真的去思考說 那這個電影有希望是說只能在台灣賣嗎 可不可以台灣以外的地方可以賣嗎 顯然是不能賣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不管是題材技術 還有你的所謂專業的工作人員 其實都完全沒有到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樣我們如果來談動畫這個產業的時候 就是說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以一個所謂代工的形態 那你只要是存在這個代工的形態 你就不可能會有一個所謂 獨立自主的一個創作地位的一種可能性 所以今天如果說戴老師他原來是這種 所謂數位動畫 所謂的原來數位動畫領域的認知裡面的一個創作者 他怎麼轉化為一個重新去思考 動畫本質他還有什麼可能性 然後甚至於他今天用的是一個更裝置的形式 更觀念的形式去做這個創作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轉化的一個對比 創作者說 你們知道他一分鐘可以算幾張鈔票嗎 蛤 大家如果知道 各位去了解一下 他一分鐘可以算一千張 算一算一秒鐘大概有十六十七張 所以十六十七張就符合我的視覺斷流動畫的概念 所以我就把我的角色變成淺在上面 他用的其實是一個動畫原理 對不對 就是連續的不同的畫面 然後造成一種動態 可是他是用一個點鈔機去造成這個動態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觀念的轉化 然後他裡面當然也 這個相當程度的有很多的諷刺啊對不對 譬如說他可能諷刺到這個所謂整個 因為動畫需要有高成本 經濟結構等等的 那點鈔機本來就是一個 因為你要有很多錢你才能放到點鈔機裡面去點嘛 點鈔機如果上面沒有錢的話 代表說這個經濟規模是不成立的 所以這是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說怎麼去把動畫的原理 透過一個觀念的方式去把它轉化成一個裝置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案例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靜坐 就是叫做霧的表情 就是他去收集了非常多這個3D print 就是留下來的一些廢料 然後把它重組以後 變成一個很接近我們動畫原來他希望傳遞的是一種比較歡樂的 這樣的一種屬性 但是它的本質上出發點並不是從一個動畫製作的原理去思考 而是從這個所謂的廢料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廢料它不是普通的廢料 它是現在最夯的就是所謂的3D列印 然後留存下來這些所謂的工業的產品 可是這些工業產品理論上它應該是要被丟到垃圾桶 但是今天被戴老師撿回來 重新的賦予他生命 相當程度的他大概也呼應了這個所謂Animate 這個所謂活化的這個主題 可是另外一個層次我們可以重新去想 就是說這個不要廢棄的工業物料 跟動畫本質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幾層的這種連結 其實我們可以重新去思考 動畫對於我們來說 是不是有不同的意義 不同的可能性 那當然如果我們再想得更深一點的話 也可以再去想說 那台灣在發展這個動畫產業或動畫工業的同時 到底我們遇到了什麼問題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能力去做那樣的事情 還是說我們應該要去走另外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路 就是說你可能不是透過高成本 你可能是透過一個更好的創意 去重新去奪回這個所謂的發言權 而不是由好萊塢所帶領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是 我看這個展覽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代表是最近的創作的這種類型給我的一個感想 那另外當然很有趣的是 他一直在思考一個所謂媒體整合這件事情 那媒體整合這件事其實就是我們常在講的 文創產業裡面最需要去被關注的一個議題 我們有不同的專業的領域 可是這些專業領域它到底要怎麼樣去轉化它的價值 這件事其實就是一個媒體整合的精神所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透過這些作品 它裡面其實運用到不同的技術 但是這個技術合起來在跟美學的整合之間 它的新可能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透過戴老師的創作裡面 比較給我一個感想 或者是說我覺得可以繼續再往下探討的這個部分